神舟的蓝天模具的机器叫做战神TX8R9 我非常看不上蓝天模具的机器 神舟已经有自家的模具了 叫做T8 我之前有过开箱 我也希望神舟能够基于T8这个模具 多做不同的配置出来 今天这个机器呢 是i913900HX4060的显卡 价格是7299 机器是我自己套钱买的 不是广告 不是恰饭 不是喉舌 非常神舟特色的包装箱 里面还有一层黑盒子 A面的战神 不过好歹是金属的 D壳正常的样子 这些右边没有USB口 像这种买来的模具 设计的再不合理 你也没办法 TF卡槽网口出风口 背后两个出风口 C口DPHDMI电源 我猜想蓝天模具的老毛病 在独显直连的情况下 HDMI是没有输出的 左边锁孔出风口 两个A口 JRM口 那一共只有三个USB口 太扯淡了 脚垫在桌面的主尼感非常好 单手开合也没问题 屏是三面窄边框 底部两指半 这是屏的开合角度 机身的刚性还不错 键盘的手感正常 有两个回车键 这是电源键 有段落感 触摸板非常大 手感正常 但是边缘比较塌陷 电源设备器 2580瓦 这种方形的接口 920克 2570克 偏重一点 先跑工业软件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这个阶级算是一个正常水平 最下面一排是台式机的6750GRE 碾压4060 CPU的跑分223多盒10分钟 是272559 这个跑分和神舟的T8是差不多的 微星的i913980HX 高3% 高一丁点 MD的7945HX高很多 高22% 台式机的7950X高37% 这个跑分其实没问题 但是在MD面前一塌糊涂 223单盒10分钟是2108 这个跑分没问题 MD的7945HX 这回低9.4% CPU的其他跑分 自己看一下 新班鲁达士的跑分 老班鲁达士的跑分 NMARK显卡的跑分是10590 跑分的偏低一点点 不过也无所谓 拯救者的4060高3% 台式机的6750GRE高18% 笔记本的4070高22% 台式机的7700XT高62% 7800XT高84% 跑分的时候显卡的频率是2.52G i9这个CPU是8个大盒 16个小盒 一共32个线程 2G缓纯32找 3G缓纯36兆 内存是美光的16G的4800的单条 硬盘是群联主控的1T 约等于是一个杂牌 用什么硬盘 非常看得出来一个厂家的底线和操索 五线网卡是英特尔的X201 RTX4060是140瓦没什么问题 这块屏是京东方的16寸2560×1600分辨率 165核子的刷新率有独显着连 这个屏就是以前拯救者那块屏16比10的比例 观感还是很不错的 PL12是135瓦和162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5月15号的 这块屏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 让我对这个机器还是有一点好感了 内存因为是单条 所以会相对低一点 是40.8G每秒 连续跑30万25 跑完的很一般 最大值是4650 最小值是4172 差值非常大是477 这种差值大 就是说它只能短时间的高性能 硬盘的跑分很高 AI绘图 CPU占用很低 显卡占用高 总共用时4分38秒79 这个速度稍微有点慢 但是也没慢很多 微星的4060快8.3% 笔记本的4070快23% 台式机的4070快45 台式机的4070Ti快一倍多 单烤CPU才开始是150几瓦 非常强 然后瞬间降到了140瓦左右 现在130几瓦 其实130瓦对于一个笔记本来说也很强了 烤极了一小时20分钟 现在CPU还可以达到112瓦左右 87度94度 每个核心不一样 还有98度的 CPU的大小和频率是3.4和3.0G 开始双烤显卡的频率是2.52G 环境温度24.2度 在屏下方的温度会比较高一点 在人的位置59.6分贝 机身上71.1分贝 噪音很高 但是不难听 插线板上262瓦比较高 双烤是CPU98度84瓦 大小和3.0和2.7G 显卡2.505G 78.6度 显存的温度是88度到90度之间 噪音的频谱 单卡显卡频率是2.52G 温度略降一些 烤机的这成像 格式工厂剪视频是78秒完成 比T8稍微快2秒钟 AMD的7945HX快16% 最左边最快的是台式机的7950X快24% 简显卡已经跑满了 CPU占用各微数52.5秒完成 是一个正常速度 最左边最快的是台式机的7000系列的A卡 14000多行电子表和转换字体的时间 CPU风扇在猛转 这是CPU的占用 49秒完成 按说可以更快的 并没有掌声器 屏幕亮度 机器内部明显的蓝天模具的散热 一共4个除风口 两个风扇 热管数量不明 两个风扇 叶片的密度明显会比较高 以前的蓝天模具的电池会空出来 这个没有 这个做成L型 有73瓦时也不小了 机身背后让出了接口的位置 无线网卡 小不点的扬声器 这是主板的电池 内存插槽有两个 插了一条内存 硬盘位有两个 微信里是不是好好学一学 唯一会被诟病的是 他这个穷帘主控的硬盘 我看了一下颗粒 有可能是美光的 在D壳上有两个金属片 给硬盘做散热 这些小细节做的都挺好 不得了 神都老毛病解决了 他在独显直连的情况下 可以HDMI输出视频了 我现在外接了 撒机卡用来录制游戏 内外屏都是独显直连 在4060上 而且也能输出声音 那证明蓝天是知道 自己干了一些蠢事的 开始跑游戏 刺客信条E0电2K的最高画质 显卡2.52G 75度 CPU的温度非常高 98度左右 71帧帧数一般 微星的4060的笔记本 高5.6% 红机的4070高12.6% 3999的6750GRE的主机高21% 7700XT和7800XT都高很多 古墓丽影 94帧 神舟的T8同样的4060高3.2% 97帧 3999的主机是6750GRE高16% 笔记本的4070高17% 台式机的7700XT高40% 地平线52K最高画质 73帧很正常的帧数 笔记本的4070高11% 3999的主机是6750GRE高23% 7700XT高40% 7800XT高很多 高79% 2077 画面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卡顿 幀数的倒也正常 49.7帧略低一丁点 微星的4060高5.4% 微星的4070高22.3% 台式机的6750GRE高65% 7700XT高一倍多 荒野导标课2 这个游戏蛮有意思的 它虽然是测试模式 但是每一次的人物的动作 或者说NPC的走位都会不一样 61.4帧帧数正常 微星的4060是高2.7% 微星的4070高12.7% 3999的主机是6750GRE高21% 最后跑一个坦克世界结束 因为确实太吵了 沙沙的风声 持续的响 吵得我头疼 而且我也瞌睡 操作感受完全没问题 而且100帧出头的帧数 也完全够用 CPU的温度 时不时飙到101度 显卡的温度也会飙到80度以上 81度 用娱乐模式还是会比较吵 安静模式的话 完全没有噪音了 感觉好极了 显卡的频率没有变化 在2.5G左右 但CPU一塌糊度 只有0.7G左右了 CPU频率低操作 会非常受罪的感觉 52帧刚才94帧 那这个模式呢 对于玩游戏 肯定是没有意义了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 神舟的蓝天模具的机器 神舟的T8 也是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 但那是它自家的模具 一块好评 会让人产生很大的好感 而且这块好评 还出现在神舟上 会让人有反差感 因为在我内心里面 已经预判 它是一个烂机器了 结果会有精细感 也解决了之前独显之连 没有输出的问题 缺点非常明显 就是它这个噪音 短时间是无感的 但像我这样子 一整天的话 会非常烦躁 有些机器的噪音 会让你愤怒 它还没有 因为它没有异响 然后CPU显卡的性能 都频频 不出色 也不垮它 就行了 其实 两者结合起来以后 游戏的帧数比 别家会略弱一点点 没有垮它 那也没问题 而且它是单条内存 如果差两条以后 按照经验来看 100帧的游戏 还会提升1到2帧 然后价格7 299 基于它这块屏和配置和表现 完全没问题 小槽点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神舟的命名 完全记不住 我相信用户更记不住 第二个槽点 是A面这个战神 把它去掉就行了 去掉以后就很好看了 好开箱完毕 机器呢 算是一个不错的机器 最后呢 开箱机折价减400块钱 就是6 899 会随机的时间上吊了 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 搜中文的中正电脑